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23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96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于周二公布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奥本海默》表现强劲 以13项提名领跑 紧随其后的是爱马斯通主演的奇幻电影《可怜的东西》获得了11项提名 马丁斯科赛斯的电影《花月杀手》获得10项提名 夏季大片巴比获得8项提名 值得一提的是 亚裔导演及演员班底的《过往人生》也入围最佳影片 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3月10日举行 由脱口秀主持人Jimmy Kimmel主持 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分别是 音乐大师布莱德利库珀 鲁斯丁 科尔曼多明哥 留校联盟保罗吉亚马提 奥本海默 希里安莫菲 美国小说杰弗里莱特 最佳女主角入围名单 奈德 安妮特贝宁 花月杀手莉莉格莱斯顿 坠落的审判桑德拉赫勒 音乐大师凯瑞穆里根 可怜的东西艾马斯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拿大刚刚公布了限制留学生新计划 2024年大减35%名额 与此同时 移民部宣布修改毕业公签政策 大批人将被取消资格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今天宣布 对国际学生入学实行两年的上限 今年的新的学习签证减少35% 其中 包括安省在内的一些省份将减少50%或更多 2024年 批准学习许可的上限约为36万 比2023年减少35% 出于公平 各省和地区将依据人口情况有各自的上限 一些留学生数量增长最严重的省份 留学生名额减得最多 同时 学习许可续签将不受影响 那些深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以及中小学的留学生不在新的县之内 目前的学签持有人也不受影响 内阁成员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下落特敦开会 米勒和住房部长弗雷泽提出了限制国际学生签证的想法 近几个月来 米勒多次承诺要找到办法解决国际学生涌入的问题 并称这是造成全国住房短缺的原因之一 2022年 超过80万名国际学生获得了临时学习签证 米勒去年秋天表示 2023年数字达到90万 这是10年前的三倍多 米勒将学签增长部分归咎于无良学校将学生作为收入来源 很少考虑提供坚实的教育或确保他们在加拿大的生活 包括住房 有许多报道称国际学生无法找到安全可靠的住房 米勒在去年秋季要求各省打击系统中的滥用和欺诈行为 否则沃太华将限制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 去年12月 他宣布提高外国学生获得签证必须出事的资金担保数额 今年签证将只发放给能够证明拥有两万零六百三十五元的学生高于去年的一万元 这是为了确保学生更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加拿大上学期间需要多少钱 一些报道指出没有足够钱的学生很容易受到剥削 加拿大移民部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还宣布了对毕业后工作许可资格标准的修改 从2024年9月开始 部分私立学院的国际学生将不再有资格获得工钱 二个解释说 根据课程许可协议 学生实际就读的私立学院获得了相关公立学院课程的授课许可 这些项目近年来吸引了国际学生 但是相比公立大学受到的监管较少 因此是PGP资格的一个漏洞 换言之 从今年9月开始 在私立学院就读所谓公立学院与私校合作课程的国际学生 将没有资格获得毕业工签 二个还宣布 从硕士课程或其他短期研究生课程毕业的国际学生 将能够申请三年的工作许可 其他级别学习的国际学生的配偶 包括本科和大学课程 将不再符合资格 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周一宣布推出一款新的移动应用程序 家长们可以通过该应用程序实时追踪孩子上下学的校车路线 家长可以通过他们的纽约市学校账户登陆使用该应用程序的服务 首先 家长必须联系孩子的学校 获得他们的学生证号码 该应用程序将推出一个网页版本 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访问 以此同时 APP也可以实时监测 该应用程序面向乘坐纽约市教育部门提供的校车的学生家庭 包括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和特许学校的学生 可以在这个免费的应用程序上追踪多个孩子乘坐的校车 联邦贸易委员会周一在一项最终命令和意见中裁定 受欢迎的报税软件Turbo Tax发布欺骗性广告 并禁止该公司在广告中宣传免费报税服务 除非该软件对所有用户都免费 FTC表示 Turbo Tax广告中所称的免费税务服务 实际上对许多客户来说都不具备资格 这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欺骗了消费者 FTC于2022年首次针对欺骗性广告起诉Turbo Tax的所有者Intuit 该机构称 大多数报税者无法使用该公司的免费服务 比如那些因打零工获得1099表格的人 或者那些赚取农场收入的人 据FTC称 Turbo Tax将其产品宣传为免费误导了这些客户 FTC在9月份宣布了最初的决定 该机构周一维持了这一决定 Intuit此前向FTC提出了上诉 FTC下令 除非Intuit对所有客户免费 否则它不能宣传或推销任何免费的商品或服务 该机构表示 如果某项服务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实际上不是免费的 那么Turbo Tax也可以声明这一点 去年 美国50个州与Intuit达成和解 后者涉嫌引导数百万低收入美国人放弃联邦政府支持的免费报税服务 使用该公司的付费版本的申报服务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周一与代表近三万名教职员工的加州教师协会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 结束了他们刚刚进行一天的大规模罢工 代表约2.9万名教授 图书馆员 教练和其他员工的加州教师协会周一晚间宣布达成了初步协议 其中包括追溯性加薪 增加育儿价和对教员的保护 会员们将获得自2023年7月1日以来5%的追溯性加薪 从2024年7月1日起将获得5%的加薪 临时协议还该包括增加最低工资将其提高3000元 教职员工也将获得10周的育婴价此前为6周 该协议还包括改善对性别包容的卫生间和哺乳空间的使用 该谈判在1月初陷入僵局后 加州州立大学的官员向所有教学人员 图书管理员 辅导员和教练提供了一项总体加薪5%的计划 为期3年 从1月31日起生效 他还提供了8周的育儿假 而不是10周 这次为期5天的罢工原本计划持续到周五 教职员工预计将于周二返回工作岗位 加州州立大学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 周一下午在伊利诺伊州的Joliet市区的两处不同的住宅中发现7人被枪杀 嫌疑人死亡 据信为自杀 警方还认为周日发生的一起致命枪击案与这起大规模伤亡事件有关 警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 中部时间周一晚8点30分左右 联邦法警在德克萨斯州纳塔利亚附近发现嫌犯踪迹 在与警方对抗后 嫌犯举枪自尽 在新闻发布会上 警察局局长比尔·埃文斯表示 中午12点04分 警方接到威尔俊警长办公室的通知 称在麦迪逊街附近的西阿克里路2200街区的两栋独立房屋内发现有数人死亡 埃文斯说 出警警察在两栋房子里共发现7人 他们都是被枪杀的 发现尸体的两栋房子隔街相望 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寻找罗密欧南斯 据信他驾驶的是一辆红色丰田凯美瑞 车牌为伊利诺伊州Q730412 埃文斯说南斯今年23岁 身高6英尺 2英寸 体重168 埃文斯说 南斯与两栋房子里的受害者是亲属关系 与此同时 嫌疑人驾驶的红色丰田凯美瑞也被确定参与了周日的两起枪击事件 其中一起导致一名男子死亡